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呢跟大家提到了说上海呢有一个和尚也炒股 然后他怎么炒股呢他用他和尚的大肆大悲的胸怀 当市长上谁也不去买股票了他这么想 他说呢叫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你们把股票都给我 当这个市长上呢大家都来了都抢了去买股票的时候 和尚又说了他说我不施舍谁施舍 这股票你们都拿走吧结果这个和尚老挣钱 其实我也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啊 有的人告诉我说说你们陈昊老师 如果对这个股票丧失信心的时候 那我赶紧的买仓这时候一定能挣钱 实际上玩笑归玩笑啊 那个真正的底部确实是啊 包括我在内包括大家在内吧 尽管心里明白这个底部远了 但是实际上你看起来呢 所有人对这个市场呢一定是看得很淡很淡 然后谁也不愿意动都在耐心等到底底是什么是在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说确实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正方向的操作 也就是完成了一次高跑低息 那到底这个股价变冷能不能给我们提供收益机会呢 按照咱们就是炒股的新的科学概念 就是干什么事情啊 你都要去测量一下 就是我投资这个没人要的股票到底成功概率是多少 你就有没有其他同等的 是不是每次出现没有自行车了 然后呢就是或者说呢就是和上面去买股了 甚至呢连陈昊都不敢动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有机会 咱们现在看一下 那我们就做一下设置 设置把这个CVF的冷门条件交给电脑 所谓CVF的冷门条件就是所有的CVF在0到10之间 因为CVF最小值就是0 你把这个设置为0到10 那意思就是比10还小 这就是标准的冷门股 那同时呢 呃我们注意到 大家看底下那个CVF的线 我们注意到呢 就是CVF呢 他每一次上涨之前呢 呃市场上都有油冷转热的那一刹那 似乎感觉到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买入点 那么我们要求CVF呢 就是尽管是冷门股 但是要求市场的温度呢 最好是逐渐增加 所以勾上了这一个CVF向上的选项 同时呢 因为我们做的是这种方向啊 我们总是希望他不应该是那个别人多少得亏点钱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买下别人的那个割肉盘 而不希望发发工资给别人 那主要的是这条件还是这个CVF在0到10之间 那卖出条件呢 就是没有设 基本上就是要求呢 就是呃如果买进之后又跌了时你就止损吧 如果挣了时就获利了结 最长抄的时间还是一个月 咱们做一个一个月的偏长一些的短线 那结果呢测量结果 大家一看这结果又明白了 这又是一招 呃他的成功率相当高 成功率大约是86.52% 也就是做十次的话 要接近九次都是成功的 那平均收益呢 是7.93% 那也就是说这个测试结果呢 呃基本上就把咱们刚才的问题给回答了 也就是说你在一只股票啊 没有人买的时候 非常冷淡的时候 那这只股票呢 就以就应该是呃你的那个最好的进入点 那好 咱们现在就正经八百的看一只股票 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呃现在呢 咱们退回去看啊 按照刚才所说的条件的设置 我们设置了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呢 这个一只个股必须冷门 那在这个位置上 他先满足了第一个条件 就是CVF已经跌破10了 那这只股票就没人要了 马上我们还设置了第二个条件 就要求他CVS应该比16还要低一些 就是说意思是说呢 尽管你冷了 你还冷得人家真不要用脚投票 给这只股票的价格投下来 那这样的话 咱们现在看这个呃 再看那个短线盈贵的CVS值 到这个地方 大约就满足条件了 因为从这地方到这个呃 13日成本均线已经跌了两个板了 那陈老师 我好像又想起了三国里的空城计 呃 司马一来到成本的时候呢 他不敢进去 因为他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 对 但是当他冲进去的时候呢 他发现几乎不用一兵一卒 就可以拿下这一座城市 是这样 那么就像一只股票呢 这只股票成为冷门股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愿意去买 对 不过这时候呢 如果是真买的话呢 还真的能够挣到钱 那么所以呢 我想陈老师 这一期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起一个名字 就叫做清取空城 清取空城 好